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8月27日 今天要講講川普的問題 深入一些討論一下 他在新政綱裡面提出了未來四年 有可能跟中國完全脫歐 我們現在一起討論一下 如果一旦連任 跟中國真的完全脫歐 所帶來的問題會如何 影響會如何 其實川普四年前說了很多政綱 匪夷所思的事情 比如說在墨西哥建遺牆 在不同的國際組織 包括奧巴馬很辛苦建立出來的PPT 這些都是紛紛退出的 當時退出的時候 很多中國人很高興 認為奧巴馬要圍堵中國 重返亞太 現在川普就要退出 哎呀,這樣很開心 現在一如既往就是 很多中國人覺得拜登贏了就會很開心 看看會不會有一次錯判 川普四年前說了很多政策 最後紛紛是做到的 即使不是很成功 譬如說跟朝鮮的和談 不是很成功 但是也做到一些成績出來 雖然極限施壓伊朗做不到 但是也擊殺了蘇雷曼尼 這些都被川普的支持者視為很大的政績 尤其是蓬佩奧那些都視之為很重要的一個貢獻 川普頭的四年 其實可以這樣形容川普的施政就是對中國談談打打 打打談談 其實川普打是手段 談是目的 他始終不能夠拋棄了跟中國做生意的幻想 川普對華來講其實是一種維穩派 維持跟中國的貿易穩定 希望透過貿易戰 增加中國購買美國的農產品 以及扭轉一些貿易不平衡 拿一些好處 以及在中美貿易之間拿盡他的面子 這就是川普過去三四年的主要思路 相反他的副手彭斯接下來一樣會競選副總統 這讓很多人意外 因為如果川普面對著民主黨何錦麗 副總統找回一個白人的女性 可能會有一個反制的作用 但是繼續找回彭斯 彭斯可以說是代表了美國國內鷹派一個很重要的旗次人物 因為他真的在幾年前已經很早提到 將中國視之為冷戰的敵人 而不像川普一樣 希望維穩 所以彭斯就是真正美國鷹派的一種代表 而這種鷹派的代表 其實很多白宮幕僚都是這種思維 但是過去幾年一直被川普壓制住 不希望動搖他跟習近平的關係 現在不同了 形勢完全逆轉到2020年 因為有肺炎事件 肺炎事件肆虐全球 尤其是美國國內 第一 死傷人數 死亡人數已經很嚴重 第二 失業 搞到美國在蟹條以來 是失業率最高的時代 也搞到很多中小微企破產 所以各種問題導致川普不得不拋棄過去的維穩政策 希望結合了鷹派 因為根據CNN的民調 CNN的民調就發現 原來83%共和黨的支持者 真的討厭中國 民主黨也有68% 所以可以解釋為什麼 參眾兩院 雖然民主黨和共和黨各控制一些議會 但是他們共同對華的政策都是強硬的 走向了強硬 這正正就是核心的問題所在 現在川普從維穩到真正和中國希望決一死戰 所以在蓬佩奧 早前上個月發表了《新鐵幕宣言》 《新鐵幕宣言》正正就是代表美國鷹派的主張 所謂中國威脅論的主張 從以往在學院裡面 在書本上 真正變成國家的政策 所以川普在今次的競選政綱裡面 他貫徹了這些主張 就是不排除和中國完全脫勾 他有一些具體的政策就是 限制一些美國企業 如果你和中國做生意 就不能夠拿到聯邦政府的生意 限制美國的技術輸出 尤其是掌握著台積電 台積電的技術 就是說擁有美國25%的技術的公司 就不能夠將高科技輸入華為 如果將輸入華為的禁令 擴大到整個中國 中國的5G就可以說公規一貴了 中國整個電訊通訊業 可能就會停滯不前 所以這一點也不是不厲害的 還有 具體拿出100億 將中國的美國商人的企業 搬回美國本土 這些都是一些具體的政策 如果局勢升級越厲害 這些政策越多 所以中美完全脫勾 是不可能的 跟墨西哥圍牆一樣 不是完全不可能發生的事情 雖然他的節奏步伐是怎麼樣呢? 還要看形勢的發展 但是也是有可能的 現在川普的選情正在落後 但是他不是完全沒有機會的 因為你看看拜登 拜登投民主黨 其實也是投何錦麗的 大家知道拜登說他自己可以做兩屆任期 但是我們很懷疑他一屆都能不能做完 我經常懷疑他可能選完即使贏了 也未必能上任 以他的身體情況和認知能力 所以這一點我是有一點懷疑 從很多數據裡面我們看到 民主黨雖然是遙遙領先 但是還是有一些數據 看到共和黨是有優勢的 有些人批評我說我用BBC、CNN 其實我用BBC、CNN的資料 全部都是大陸的資料 至於一些重要關鍵的資料 我都是看論文和研究機構的報告的 現在就看Pill 皮休的一個研究報告 這個研究報告看到川普 或者共和黨支持者 他有一些優勢在裡面 而這些優勢也是挺關鍵、挺重要的 比如說看第一個圖表 有一些就是 大家都相信一看就知道的 很容易理解的 就是在白人 non-college的男性裡面 沒有受過大學訓練的男性裡面 特朗普的支持者去到62% 62% 而民主黨只有30% 所以尤其是現在失業的一批 很多都是這些工人 技術性工人 他們更加會堅定了投共和黨 投特朗普 當然了 共和黨傳統的州份一定是佔多的 但是關鍵州份裡面 也有不少是這些 就是低技術的工人 白人是男性工人 而這方面 共和黨是有絕對優勢的 至於南方人更加不用說了 跟上面的數字也是正比的 就是33%和60% 民主黨是33% 共和黨是60% 但是有一個最關鍵的數據 就是X 而這個女性 整體的白人女性 共和黨 也是落後一些的 就是民主黨是62% 對共和黨是34% 而黑人女性 是87%對7% 這是賀錦麗出選之前的數據 賀錦麗如果出選 我相信會高一些 因為之前奧巴馬和希拉里 其實黑人女性的投票支持 民主黨是高達9成的 但是這裡是87%可以再回升一些 另外還有一個關鍵的數據 就是關於學歷上 學歷上 我們看第一個圖表 在學歷上 上面關鍵就是大學畢業 大學畢業的人 有57%是支持民主黨 37%是支持共和黨 如果Postgrad 去到Postgrad研究院就更加多了 Postgrad 去到有多高呢? 就是60對36 支持民主黨的人 是有60 而支持共和黨是36 但是這些數據 看到一個特點 就是民主黨的支持者 很多集中於精英階層 高學歷 以及他們的教育水平 相對來說比較高一些 當然未必反映到收入水平 因為之前 譬如說奧巴馬克里爾 那些令到很多中產不喜歡民主黨 因為令到他們的負擔大了很多 共和黨相對來說有錢和中產和窮人 都是有他們的特色在裡面 有他們的優勢在裡面 但是隨著選舉 如果川普能夠制止 或者扭轉到郵寄選票這個問題的話 川普贏反敗為勝的機會是存在的 因為從民主黨的支持者數據裡面 你看到的特色 就是他們的人比較疼心 如果要冒著疫情走下去選舉投票站裡面投票 他們往往不敢去 但是如果在家裡郵票 他們就會比較敢去 但是而川普的支持者 很多都是基層 不怕死的 男性 比較tough 比較man的形象的人 甚至乎不戴口罩多的人 他們到選舉裡面的票站去投票 冒著這個風險 他們不覺得一回事 所以如果川普能夠在最後關鍵 可以讓逼死更多的州份 尤其是關鍵州份 搖擺州份 開這個票站 而不是用郵寄的方法投票 這應該是他們反敗為勝的最有效策略 這是第一點 雖然不能夠排除川普 可以改變這個劣勢 如果川普真的贏了會如何呢? 我們看看蓬佩奧 最近他的外交成就 他最近發表了外交成就的評論回顧 當然有些是偷捕的 有些被人覺得用國務卿的身份 其實正在總結川普的政策 正在幫助川普助選 他這個政策裡面有幾點也挺重要的 譬如說第一 他擺在第一圍的是什麼呢? 就是將阿聯酋和以色列 擺回了和談裡面 成功簽訂了協議 這個他認為是會寫進教科書的 這是第一個政策 成功的 他認為 第二個政策成功的是什麼呢? 就是迫使北約付出更多金錢 讓北約更強大 雖然用施亞的方法 讓譬如說 德國、法國他們都很有意見 但最終還是要增加他們的經費 是不是讓北約更強大呢? 這是很難說的 這是第二點 第三點 就是讓朝鮮和美國破兵 雙方領導人談判 雖然最後似乎沒有什麼武功而還 但是破了兵 破了兵又開出很多可能性 而更重要的就是 讓朝鮮核化的計劃 暫時沒有進展 第四就是擊殺蘇雷曼尼 極限施亞雖然未能夠讓伊朗和談 但是擊殺了蘇雷曼尼 讓伊朗 大錯了他的銳氣 這一點他也視之為其中一個政策 最關鍵是對中國 他認為在肺炎事件的追責 就不到黃河心不死 川普一定要繼續處理 他說直至有公義獲得超顯之前 川普也不會停止向中國追責 這就是川普的外交政策 如果他一旦選贏了 對中國的談談打打 就會真的路徑改變了 繁息轉移了 變成與中國的新鐵幕冷戰 修飾抵得陷阱的對壘 在台海南海真的會擦槍走火 所以我們探討一下 如果中美真的完全脫歐的可能性如何呢? 影響如何呢? 高科技裡面如果中美完全脫歐 雙方肯定是受傷的 但是 美國可能是雙三四成 中國是雙八九成 因為中國的高科技很多都是一些代工的東西 而這些代工的東西 又不是完全無可取代的 譬如說現在中國鷹派經常說 捏住了美國抗生素的喉嚨 這個對美國的醫療真的大 你說一下子完全 今天宣佈明天脫歐 這個對美國人的影響當然大 但問題是那些技術不是無可替代的 你可以找其他人做的 工廠、藥廠 是不是? 在歐洲做、在美國做、在加拿大做是可以的 但是成本是高很多而已 如果在他們的資助下 在印度、墨西哥、土耳其做 是完全不可能的 但是需要兩年、三年的時間 轉移技術和生產線 如果一下子完全停止 美國就要捱貴藥 這是必然的 但是中國如果一下子完全停止 它的5G建設可以說徹底玩完了 而它的手機業如果由針對台積電供應給華為的禁令 擴大到全中國 中國整個高科技業 也可能是完結的 至少要回到自力更生的年代 要發展不知道多少奈米的晶片 5奈米、7奈米這些難以做到 你回到10多奈米可能就可以了 這一點就是 美國肯定是受傷 但是中國肯定是重傷 所以你靠經濟內循環 中國重傷 也不是問題的 好像俄羅斯 吞併克里米亞之後 俄羅斯的經濟倒退了10年 GDP是回到10年前 但是俄羅斯能夠生存 因為它還有農業 它是農業大國 而俄羅斯人口小 而俄羅斯也是石油大國 雖然過去幾年石油的價格動盪 到俄羅斯石油也受損 但是它還是軍事大國 所以對俄羅斯 倒退10年 普京也能夠活下去 但是中國如果倒退10年 它就會如何呢? 如果美國在跟中國完全脫歐 美國的GDP可能倒退10-20% 中國的GDP如果倒退10-20% 美國最多是 特朗普反正都不會再選第三次了 如果即使連任成功 是不是? 美國大部分的選舉情況就是 任何政黨做兩屆 很少人可以做三屆 因為政黨輪替 中擺效應 所以對美國的政治重傷是有限的 最多在四年之後 民主黨就再上台了 但是如果對中國而言不是 如果GDP倒退兩三成 就是社會的動盪 因為它不是一個有選舉改變命運的國家 人民的命運唯一的方法就是什麼? 這個傳統自陳勝吾廣以來都是如此 但是當然陳勝吾廣這些 今天難有 因為今天政府有徹底的高科技控制著 但是難以避免造成了社會動盪 所以如果中美完全脫歐在社會動盪這方面 政治影響這方面 中國是比美國傷很多的 而最重要的就是一件事 就是經濟在其他方面內循環還可以 中國始終有14億人口 你的內需可以頂住 起碼倒退十年八年的經濟 人們還可以生活 但是有一點是不行的 就是糧食供應的問題 雖然這是很奇怪的 中國國家統計局報告自己的糧食生產是第一的 而且每年都有上升 雖然跟我們的生活經驗很不同 我們回到大陸 你發覺很多以前的農村 慢慢都變成了起高樓大廈 即使不是建高樓大廈 也建了很多房子 鄉鎮、農村 基本上很多荒廢了 但是他每年報告都是報折的 這一點是奇怪的 但是我暫時不質疑他 不得不承認 正如雜交水道之父袁隆平所說 中國的糧食是不夠吃的 一定是要盡口 如果別人卡住你不買糧 就非常麻煩了 所以你從這一點就看到 糧食真的不能夠內循環 而且中國就業人員的比例下重 農村是達到20% 雖然如果說中美完全脫歐 城市人失業就可以回到耕田 但是到底農業不是一個增加人數 可以增加產量的東西 還受到很多邊際報酬遞減的因素影響 所以糧食是不能夠內循環的 這一點去看美國對中國糧食的依賴輕很多 中國對美國糧食的依賴重很多 如果中國不跟美國買農產品 其實就是你可以問其他國家買 但是問題這樣就會導致其他國家 或者中國所買到的農產品價格就會大幅提升 這就是通貨膨脹 通貨膨脹往往就是朝代末年面對著最大的問題 所以如果你不好就掌握住 這很難避免會陷入困境裡面 所以 照計現在川普的選情如此危急 中國應該大殺招 就是停了貿易協議 完全不跟美國去買糧食 美國的中南部的州份 都是農業州份 川普的紅色州份 他們就會選票大跌 但是為什麼中國不出這招殺招? 就是因為出這招殺招 特朗普是選輸的 但是中國人就會面對著缺糧的問題 這是非常嚴峻的 加上今年水災、疫情 導致糧食已經少了兩成了 生產糧 再不問美國買糧食的話 通脹的爆發 糧食的危機就會存在 所以為什麼解釋到 習近平沒有用這招捏回特朗普喉嚨? 就是因為你這麼做 你自己比對方更嚴重 所以這一點 就是中美如果真的完全走向脫歐 中國的傷害似乎怎麼看 都是比美國大很多的 那麼到底糧食是不是真的不能夠內循環呢? 這就是涉及到愛國者建議的時候了 很多網友為了聽我的節目 就是專門聽愛國者建議 其實糧食是可以內循環的 糧食怎麼可以內循環呢? 經濟內循環就是多點內需 多點消費 買多點本土國貨 糧食內循環如果你多買一些本土的糧食 根本不夠 而且產量正在下降 所以如果你多買一些本土的糧食是不行的 唯一的方法就是自己吃完 然後自己再種 自己吃完內循環 就是吃完 拖出來 拖出來之後利用那些肥料再種 所以每家每戶 中國大陸很多時候嘲笑我們香港人住劏房 他們的房子是大的 我以前在珠海家的露台 也有香港很多家庭 起碼一半這麼大的 所以其實大家可以善用露台 是不是? 全國的人民 舉國的人民 有露台就用露台 有花園就用花園 有天台就用天台 自給自足 香港特區政府林鄭月娥 他們禮賓府這麼大 其實應該都可以有機耕種 自己吃完 自己排出 排出之後 再在禮賓府奪種 是不是? 可以由特區政府和全港公務員團隊一起去做這件事 貢獻祖國 真正達到經濟內循環 糧食也可以內循環 好 今天講到這裡 請大家訂閱我的YouTube Channel 給一個Like 最後也是推介一下月餅 這個月餅到8月31日 最後在網站上可以給大家購買 就是一盒四個 就可以送貨到你家裡 有十盒套裝 也有茶葉套裝 請大家支持一下本地的製作 我和梁子山今年合作推出的 做了一千盒而已 原本打算很快賣掉 但是由於經濟問題或者競爭 很多外面人都做月餅 所以暫時還沒賣掉 到9月1日就會放上HKTV Mall賣賣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一下 OK 今天講到這裡 拜拜